香港金像獎 担任頒獎人 但卻引發失言爭議 還有沒有香港電影呢 這個是出人意表 你猜不到 但是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呢 就是我們連連 都有香港電影 很合理啊 這段話被解讀為是在嗆聲 陳隆掀聲 這番話 香港電影也是中國電影 也是中國電影 黃秋生打臉成龍之說 震驚華語圈為了遏止風波 黃秋生十六號深夜以沒有最荒謬 只有更荒謬為標題 在臉書PO長文澄清 他說演講詞事先都有先交給大會過目 大會對內容沒有意見 別想要播出後各方報導 竟將原意完全扭曲 讓他相當錯愕 此外媒體更流傳這段話 早前有個政協說 再沒有香港電影 只有中國電影 此人出席香港電影金像獎 不知道他代表的是中國還是香港電影 這段對話被報導 就是在暗奉成龍 但黃秋生義憤甜音駁斥 說根本沒講過這些話 他自行說講稿被篡改 家有添醋 以而傳而 痛批造謠者居心惡毒 再來也趕緊向成龍隔空道歉 表示絕不會公然侮辱前輩 最後跟怒斥造謠者 把演講稿扯到香港獨立的敏感議題 強調立場從來都不支持港獨 香港的報促呢 就很快的 如果有一個人 在某一個範疇裏面呢 消失了兩三年呢 就很多人呢 都不知道他是末水的了 身處特別行政區的香港 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檢視打壓 港星人人 敬言盛行 三立熊康宁總報道